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是鼓励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开玩笑的意思 管理的部分总共是七张的内容 分值占比一套试卷的50%以上 提醒以客观观题为少数 以案例题主观题为多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2019年 2019年在这出题并不多 49加5分是54分 只有54分 你看我们一套试卷的话 反正50有80分 为什么这样说 是因为2019年的真题 超纲的题目是最多的 比方说大体级混凝土配合笔设计 比方说跳仓法 比方说卫生间等电位的连接 还有一个什么 墙体隐蔽验收的一个内容 它的超纲的内容 接近有一二十分 19年是一个特例 你像18年 是不是 17年基本上还是在一个 80分这个样子 是以案例题为主 那么内容总共是七张的内容 管理 当然是组织先行 那么这个组织 不仅仅是我们的组织机构了 这个组织机构 人员的架设 主要是在项目管理当中考你 而这个组织管理 比方说我们施工 现场的平面的布置 我们的建筑物 我们的加工的设施 等等 办公用房 农民工的宿舍 等等各方面 储存设施材料 用具等等 各方面的布置 施工平面布置 然后再加上用水 用电 消防 职业安全 健康 等等这些 都属于组织管理的内容 那么组织管理 其实出题分值并不多 它是一些零星的知识点 有的时候会考案例题 有的时候也会考选择题 那么2345 是重点 进度质量安全成本 我们作为项目管理 我们有六大目标 大家清楚吗 就是进度质量安全成本 再加上什么 绿色建筑是一个 绿色建筑是在组织管理里边 再加上一个节能与环保 节能与环保 六大目标 当中的四大目标 必然是我们的什么 讲课的重点 那么这个项目资源管理是什么呢 什么资源 人才机啊 然后这个验收管理就是 从检验期开始 分项工程 分布工程 单位工程 各检验验收的标准是什么 谁来组织 谁来参加 像这些内容 这两次 这两章的内容 一次课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说是两头小 中间大 那么中间像这些 我们应该会花 每个章节应该会花 两次课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计划 八九十九十 是吧 差不多吧 十次课 能够把我们整个的管理 的管理的内容讲完 管理内容讲完的话 那后面我们顶多再加 一到两次课就可以把 整个的内容全部结束了 好嘞 别的不多说了 那么刚才我介绍的全在这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管理部分第一章组织管理的内容 案例如果说他能够在案例题当中 考我们的话 他最多分值能够达到十五分 但一九年在这出分出的比较少 那么内容的话 施工平面布置图 然后就是水电职业健康现场消防 还有技术应用这块 也就是介绍一下闭幕技术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烤点 消防的话 我们在后面安全管理的时候 还会重点讲 好嘞 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内容的框架 首先我们讲现场的平面布置 那么根据项目的总体施工部署 我们要汇聚现场不同施工阶段的施工总 平面布置图 哪三个阶段 主要是地基 就是这个基础工程 然后是我们的主体工程 就是我们主体结构工程 再一个是装饰装修 装饰工程的施工平面布置图 你知道有这三个阶段就可以 OK 这三个阶段 地基 一个是主体 一个是装饰工程 是吧 好嘞 这是一个基础工程的施工平面布置图 这个是主体工程的施工平面布置图 其实通过这样的图形 我们主要看什么 比方说这是我们要建筑的建筑物 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加工的设施 生活设施 各方面的一个布局的情况 其实主要是看这个平面布置图 是吧 好嘞 那么施工平面布置图的一个设计的内容 施工用地范围内的一个 地形的状况 第二个是全部你建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位置 主要是这个 再一个就是施工 用地范围内的这种加工 运输 储存 工电 水 热 台水 台屋 临时 施工 道路 办公 生活 用房 等 它的一个平面的布置 这些东西你要能够说出来 啊 这些东西你要能够说出来 你像加工 运输 存储 比方说模板堆厂啊 是吧 我们储存材料的这些 是吧 再就是水电 热 排污 临时道路 施工 办公 用房 等等哈 还有施工现场 必备的安全 消防 保卫 环卫 等设施 再一个就是相邻的地上 地下 既有建筑物 及作为的环境的情况 好 这是关于施工平面布置图的设计的内容 偶尔会考它的内容有什么啊 好嘞 施工平面布置图的设计原则 像这一点是 在案例题当中 确实是考过 实是考过啊 不只考过一次啊 他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施工平面布置的情况 问有哪些地方不妥啊 首先就是我们要 平面的 科学合理的布置啊 施工场地 下游面积要尽可能的少 合理组织医术 减少二次搬运 那么我们在后面会讲 这个合同 与成本管理 会学一个费用叫做措施费 措施费当中呢 有一个就是二次搬运费 由于场地狭小所发生的二次搬运费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一个高效的管理 那就从开始来做平面布局的时候 要布局合理 这样子你就会少发生 甚至不发生二次搬运费 这个施工区域的这个划分和场地的临时占用 应该符合这个总体的施工部署和施工流程的要求 尽量减少相互的干扰 第四个 充分利用既有建筑和既有设施 为我们这个项目施工服务 降低临时设施的建造费用 临时设施也是一笔什么 措施费 啊 措施费 我们有一个措施费的名字叫安全文明施工费 里边包含四个东西 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 加临时设施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咱们这个项目项目经理部啊 我们这些人员具有非常呃 现非常好的非常多的一些现场的经验 那么我们在时空平面布置图的时候 就可以布置的很理想 很好啊 优化的很好啊 尽可能的少见一些临时设施 那么临时设施当然你也不能太少啊 你要以满足或方便我们的生态和生活 这个为前提 是不是 那么办公区生活区还有生产区 一分开啊设置 一分开设置 最起码说我们的生产区和办公生活区要分开 最起码他俩要分开啊 那么要节能环保安全和消防等要求 这是必须要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吧 六大目标除去我们刚刚说的进度质量安全成本之外 这四个是不定的 再加上绿色建筑 是吧 绿色建筑建筑就是还有个节能与环保 绿色建筑其实里边就含着节能节地 节水节财以及环境保护 但是我们统称为六大目标啊 专门把环保和节能又单独跳出来 又单独跳出来六大目标 所以说像节能环保一直只从我们的组织管理开始一直持续到后面 就是整个大的项目管理啊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绿色施工的这样的理念 还有一个节能环保的理念啊 是贯穿始终的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你要遵守当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好嘞 施工平面设计的设计的要点 这个要比刚才那个还要重要啊 还要重要 选择题的话一般是隔年考 有的时候也会在案例题当中设计到 首先大门 一个施工现场要设两个以上的大门 要注意哈 这个两个以上基本上是包括两个 两个机以上是可以的 两个也是可以的哈 第二个布置大型的机械设备 在布置塔吊的时候啊 一定要考虑它的覆盖范围 可吊构建的重量 以及构建的运输和堆放 就像我们的从工程专业的学生 在毕业设计的时候 最后我们看它的施工平面布置啊 塔吊在一个角落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塔吊 这个这个壁啊 旋转的这个范围里边 已经超出了施工现场的 尾档的范围都已经跑到外面去了 那肯定是错的 是不是啊 你的这个塔吊是吧啊 它可以调运的这个范围 一定都是在施工场地范围内 肯定是不能跑到外面去的 那肯定不可以不可以的 是吧 太危险了是吧 布置仓库和堆长 那么存放微化品的这种仓库 应该远离现场单独设置 离再建工程距离不易小于多少米 15米 这个还是要给我记住的 警方在案例题当中可以考你啊 给你描述一个情况 是不是啊 有一个微化微化品库 那么他离着我们建筑物的距离是多少米 问是否正确 请说明理由 很容易考这样的数字啊 给我记住他啊 微化品库 要离着我们在建的建筑物啊 远离15米以上啊 远离15米以上 不小于15米 第四个 我们的加工厂 布置加工厂 比方说模板啊 等等 那啊 还有这个钢筋加工啊 总体的制造思想是 要使我们的材料构建的运输量最小 那么啊 垂直运输设备 它的作用啊 发挥最大 工作有关联的加工厂 要适当的集中 这个大的制造原则 三个方面是不是 一个是材料构建的运输量最小 第二个是充分发挥我们垂直运输机械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相关联的集中到一起 好嘞 第五个就是布置厂内的临时运输道路 这个非常重要 选择技巧 主要也就考这个 首先主干道的宽度 如果你是单行道的话 不小于几米 四米 单行道的话不小于四米 双行道不小于六米 木材厂啊 木材是易燃烧的 木材厂两侧应该有六米宽的通道 主要是消防车啊 端头应该有12米乘12米的回车厂 回车厂最小的尺寸就是12米乘12米 那么消防车道不小于四米 这个我们在后面讲 消防的时候还会再提到 消防车道不小于四米 有一个后面我会放一张图 就是有一个地方打成一张图 叫生命的通道 生命的宽度四米 因为消防车道就是生命的救援车道 是吧 所以说生命的宽度四米 记住他四米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主干道 单行车道的话也不小于四米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施工的临时道路 是可以兼做消防车道的 大家要记住 施工的临时道路 是可以兼做消防车道的 前提是你要符合消防车道的相关要求 比方说 消防车道的宽度 最小不小于小于四米 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不小于四米啊 就是来自于这的载重车转弯半径 不得小于十五米啊 不得小于十五米啊 不一小于十五米 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微化贫固离着在边建筑的距离啊 不小于十五米 一个要求 是不是啊 一个要求 这个地方是载重车转弯半径啊 都是一个十五的数字 OK 好 这些数字虽然有点多 但是首先最重要的给我记住 四米 绿色通道啊 绿色生命通道四米 单行车道四米 如果说是双行车道的话 你要考虑汇车啊 是吧 你要考虑汇车的话 那就是六米啊 六米 那么就是说 就是说一个大车四米 旁边还可以过个小车 两米 是不是啊 差不多了 那么这样子就是六米啊 回车厂的最小尺寸 就十二米乘十二米啊 载重车的转弯半径 十五米 最小十五米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临时房屋 农民工宿舍 这个在后面还会再讲 宿舍内应该保证有必要的生活空间 就是让我们农民工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的环境 床铺不得超过两层 而且不能是大通铺 记得哈 不能是大通铺 室内的静高 不得小于二两五米 那么应该有可开启式的外窗 不能是有封闭的床铺 必须是可开启式 可开启式外窗 要记得这个哈 通道的宽度不得小于零点九米 就是九十公分 那么每间宿舍居住人员的人均的面积 不应小于二点五个平方 那么而且每个房间不得超过十六个人 2012年和2011年的案例题 均设计到这个地方 2015年也考到这个农民工宿舍了 看了这个二点五个平方让我想起来 咱们的新冠肺炎现在影响到了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开学 特别是我们大学 应该说是最后开学的 现在那么每个省都在制定大学里开学的标准 其中有一条就是 你想开学可以哈 当然这个这个卫生防疫的设施要布置好 再一个就是宿舍哪个学生的人均面积不得小于二点五个平方 还有这个规定 所以当我看到二点五个平方的话 想说这应该是从我们农民工宿舍这个标准超过来的 二点五个平方 好嘞 给大家放了两个非常规范的农民工宿舍 最多也就是两层 最多也是两层 不能是不能是这个大通铺啊 不能是大通铺 然后这个走道啊 这个通道的宽度啊 不得小于多少 零点九米 是不是啊 不得小于零点九米 一个宿舍最多住16个人 是吧 好嘞 临时的用水用电和其他的动力设施 那么这种临时的总电电站啊 应该设施在高压线进入工地的最低处啊 尽量避免高压线啊 穿工地而过 因为我们里边有什么 我们有塔吊是吧 是非常危险的哈 从市众供水接驳点 将水引入到我们的施工现场 往往呢 一般是沿道路来设置 那么供电线路应该和其他的管道 避免设在通侧 我们有一个三通一平 大家知道是吧 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场地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号称有五通 不光是通水通电通路 还要通燃气啊 通信息 通信息 所以说比方说你有水管 你有电管 对吧 你有污水管啊 你有用电管路 那么这个电要和你的燃气 要和你的水管要避免在同侧 要分开啊 要分开 所以说供电线路要和其他管线啊 避免设在同侧 那么同时支线呢 应该引到所有用电设备的使用的地点 它指的是这个用电的支线啊 要引到我们用电设备的使用地点 好 这是我们关于施工平面总布置图的一些 一些技术要点啊 缩点啊 算是哈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施工平面图的管理啊 总体要求 要满足施工要求 现场文明安全有趣 整洁卫生 不扰民 不损悍 公共利益 还有绿色环保 这是总体要求 一大不会靠你的哈 施工现场的管理哈 施工现场应该实行封闭管理 这个在案例题当中当中是多次涉及到的 为什么要涉大门啊 是吧 我们是完全是用这个 尾档完全封闭起来的啊 至少要设两个大门啊 啊 那么并应该采用这个硬质的尾档啊 兼顾耐用 市区主要路段的尾档多高啊 这个2.5米 不知道考过多少次了 无论是一件还是二件都经常考到啊 那么一般路段的尾档高度是1.8米啊 最低是1.8米 那么尾档应该牢固稳定整洁美观啊 距离交通路口 20米范围内占据道路施工设置的尾档 那么0.8米以上的部分要设成这个可透视的啊 可透视的 并应该采取交通疏导和警示牌啊 和警示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理解哈 兼顾文明美观大方是吧 都要兼顾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呃 城市里面会看到这样 尾档是吧啊 其实它主要路段的话不小于2米5 一般路段不小于1米8 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施工的这个尾档 离着主要施工路口很近 20米以内的话 那么0.8米以上的部分要做成可通通透视的 是吧 能够看到的啊 或者是说做成这样子的啊 提前有提前有 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永久的那种尾档啊 如果是永久尾档的话 那上半部分要做成可通透的啊 好 这是关于尾档 那两个数字 一个2米5 一个1米8 还是要给我记住的啊 规范厂容 这一些的话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这下就可以了 好吧 施工平面图设计的科学合理 临时建筑物料堆放与 这个机械设备的定位应该准确啊 施工现场应该是绿色环保 在施工现场周边要按规范的要求 设置临时的维护设施啊 现场内临时道路设置通畅的排水系统 那么现场道路主要的场地及材料 加工场地面要做硬化处理 这个硬化处理 如何如何处理啊 曾经在这考过案例题 曾经在这考过案例题 可以铺设混凝土 可以铺设钢板 可以铺设碎石 这是咱们课本上给出来的 是吧 你可以也可以是沥青路面也可以 对不对 如铺设混凝土 钢板碎石 或者是沥青路面 都是可以的 裸漏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都应该采取覆盖固化或绿化等措施 这点也考过 就说裸漏的场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六个字 覆盖固化绿化 裸漏的场地和土方应该采取覆盖固化绿化 记得了 所以说你说你像这样的知识点考你的话 旗舰你没有复习到应该也能打上来吧 啊 比方说这个我们路我们路面的印花这个钢板特别是在寄出口的时候 一般都有厚厚的打钢板 就是我们好像都能想到这个车过的时候那那钢板当当响的那种声音 是吧 啊 施工现场土方作业应该采取防止阳尘的措施 主要的这个啊道路是是气候条件要洒水 必要定期的清扫 建筑垃圾要设置固定区域封闭管理 明白建筑垃圾是不可以开放式管理的 一定是密封 一定是密封管理啊 密封管理并及时停誉 那么温暖季节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绿化的布置 比方说现在春天来了是吧 好 环境保护 那么工程施工可能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你一个简单题 是吧 并不难 像生活像生活常识一样的 但是我相信啊 如果人家设置了答案是你至少答出来五个G以上 我估计有好多同学拿不到满分 你可能 答不出来五个是不是啊 你可能 所以说现在的考试的题目就很灵活 就是感觉是很容易哈 但是你想真正给他答得很准确 拿到这个满分却很难 比方说2019年考了一个题目说发生了安全事故以后 应该立即向谁来报告 到底到底是向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来报告 还是建设单位的负责人来报告 是一个安全题 是不是 发生安全事故就要立即上报 到底报给谁啊 先报给谁啊 哪个单位负责人啊 施工单位负责人 很多同学会选 选建设单位负责人 不是的 你先报给施工单位负责人 然后在什么 在规定的时间内 然后向我们富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去汇报 去汇报 是吧 就向我们的政府的相关部门去汇报 是吧 而且是几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 对不对啊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内就要去上报 所以说像这样 看似很平常的知识点 真正在考试当中考大家 反而大家容易出问题哈 对环境影响造成的 有什么呢 大气污染 室内内空气污染 关于大气有关的就两个 一个是大气 一个是室内空气 再个水污染 土壤污染 造声污染 光污染 还有一个是垃圾污染 我相信光污染 还有垃圾污染 这块大家有可能 比方我们建筑垃圾 对不对啊 建筑垃圾 噪音的话是施工噪音 是吧 污水开放 有可能会造成水的污染 和土壤的污染 好嘞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好不好 这是2015年考的 施工现场的总平面布置设计中 包含如下主要内容 一材料施工场地布置在场外 可以吗 不可以 是不是 材料 材料施工场地要布置在场内 第二个 现场设置一个出入口 出入口设置办公用房 设置一个出入 不可以 要设置两个以上的出入口 那么出口处 可以设置办公用房 我们一般到了施工现场以后 大家应该都去过施工现场 是吧 你一到门口旁边就是办公用房 是吧 啊 那么场地设置3.8米宽的 环形载重单车道主干道 是单车道 但单车道不小于多少 不小于4米吧 所以说 3.8米是不对的 是吧 啊 那么他说了 又先坐消防车道啊 并进行硬化 那么转弯半径是10米 10米可以吗 它是什么车 载重车 载重车的转弯半径 是多少米来着 能记住吗 15米 是不是啊 15米啊 所以说这依旧还有两个错误 是吧 在干道外侧 开挖400成600的管沟 并将离时的供电线线线 离时的用水管线 埋至于管沟 也就是说 他将电和水 同时埋至于这个同一个管沟 可以吗 不可以 是吧 我们说临时用电 这个电缆 要和其他的管线 避免在同一侧埋涉 对不对 啊 不能在同侧埋涉 建立工程师认为 走平面布置存在多处不妥 责令整改 并要求补充主干道 具体应用化方法 主干道的具体硬化方法 铺设或凝处 钢板 碎石 是吧 啊 那么裸露 裸露藏地文明施工的防护措施 覆盖固化绿化 是吧 这就是2015年考的这个案例 年考的这个案例题 你像这样的题目觉得 好像 觉得不难 但是你想 你想打准它 拿到这部分的码分可能还挺难的 必须要经过一些记忆是吧 有些数字还是需要记的 对不对 好嘞 根据这里边存在头 第一个是材料加工厂 应该布置在厂内 是不是啊 当然你在回答的时候 也还可以把我们懂得知道思想打上 比方说应该是材料和构定的运输 总量最小 我们推出运输设备发挥较大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相关联的适当的集中 第二个就是设置一个出入口 是不对的 应该是两个以上的出入口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主干燥单行车道 不小于四米 那么施工现场的临时车道 是可以兼坐消防车道 但是要符合相关的要求 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小于四米 而且是载重车的转弯半径 不应该小于15米 你要给我打清楚了 主要错 我是在这两个地方 对不对 硬化方式 这个地方答案给的不全面 是不是啊 混凝土硬化 厘清路面硬化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什么 钢板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加上什么 碎石 对不对 碎石 好 裸露的场地和集中对方的土方 应该才是什么 覆盖固化绿化的措施 好 关于这个案例题 我就讲到这里 刚好就把我们刚刚讲过的所有的重点给汇总了一下 是吧 这提出的还是很好的 好来 施工平面部队 我们就讲这些内容 下面我们开始讲我们的用电 用电是每年必考的一个点 有可能会在选择题 有可能会在案例题当中考我们啊 首先施工现场的操作电工是必须要经过国家现行第二份考核 合格以后要持正上 所以说它是一个什么 特殊工工 是吧 电工 第二个 安装 安装 巡检 维修 或拆除 不要忘记拆 拆 觉得我不用了拆 谁都可以拆什么 不是的 开除 这种临时的用电设备和线路也必须有电工来完成 并且应该有人监护 所以说电工啊是两个人配合来作业的哈 两个人配合来作业 所以有人执行 有人监护哈 好 那知道这个拆除也是需要电工来操作的 好 下面是临时用电组织设计的规定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无论是一键还是二键 都是重要的烤电 施工现场 临时用电设备在五台级以上 五台可以吗 可以 五台级以上 那么虽然说你只有一台 假如说你只有一台设备 总量没有达到五台 但是你的设备的总容量在50千万级以上 那么你就要编制用电的组织设计 用电组织设计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 应该编制安全用电和电气防火措施 再说一下 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来编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五台级以上 或总容量在50千瓦级以上 用电组织设计 好嘞 否则就是安全用电和电气防火措施 记住一条 那么用电设备必须有专用的开关箱 一个设备 一个开关箱 严计两台以上设备 共用一个开关箱 OK 你像像这种东西 它可以说的很准确 两台级以上 严计 就一个设备 用一个开关箱 而且用的时候要关门上锁 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是企业的安全部门 安全管理部门 并经具有法人资格的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什么 技术负责人 比方说咱们施工企业的 技术负责人不就总工吗 对不对 他来负责批准 审核是没有最终决定权了 批准还是有最终决定权 是吧 现场监理签字认可后 可以实施 可以实施 但是你想这个 对不对 这个 他可以签字实施 那么我们这个临时用电电工程 你想投入使用的话 前提必须要 必须要经过编制审核批准 和使用单位共同验收 合格后方可投入设 投入使用 虽然说我们 现场监理签字以后 你可以实施 但是你的用电工程 想正式投入使用 还必须要经过 这些单位的共同验收 合格以后 才可以投入使用 所以说验收哪方 四方 对不对 编制 审核 审批 再加上使用 是吧 共同验收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要记得 其实大家如果是基电的时候 如果是基电转业的话 那这一块考的会更深 比方说 谁来组 值这个验收 其实是咱们市工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 是市工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 咱们建筑实物曾经有一个案例题考过这一点 他写的是总建立工程师来组织验收 这是不对的 应该是我们市工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来组织验收 好室外220伏的灯距离地面是不得低于3米的 那么室内是不得低于2.5米 如果你低于2.5米的话 比方说室内 咱们这个灯离着地面低于2.5米的话 那么电压你就不能用220伏 最多最多也就用多少伏 36伏 2.5米在哪见过呀 刚刚见过两次吧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什么 围挡 主要路段的施工围挡不得小于2.5米 还有一个什么 农民工宿舍 农民工宿舍这个层高 是不得小于2.5米是吧 这个地方又来了是吧 灯距离地面 室内的话不得低于2.5米 室外不得低于3米 OK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案例题又是15年考的 项目经理安排 土建技术人员 编制了 现场的施工用电组织设计 可以吗 应该是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主人员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 经过相关部门审核 审核部门是没有问题 就叫上相关部门 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 哪个负责人了 具有法人 具有法人资格的 企业的技术部门负责人 是不是 我要说的很清楚 具有法人资格的 资格的企业 技术部门负责人 所以说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不可以 总监力工程师前任 应该是什么 现场监力工程师前任 不需要麻烦这么大领导 并组织施工单位等相关部门和人员 共同验收后 投入使用 谁组织 不是你按他这句话的话 应该是总监力工程师前任 并组织 是不是错也错在这 不是由总监力工程师来 总监力工程师来组织验收 不是的 应该是我们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来组织 相关方进行验收 是吧 他这种模糊的说法 相关方来参与验收 合格后投入使用 这是没有错误的 是吧 错在这 他的主语不对 是吧 好 针对事件中的不妥之处 分别说 写出正确的做法 刚刚我都强调了 是吧 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临时用电投入使用之前 施工单位的哪些部门 应该参加验收啊 编制 审批和使用 是吧 你就把这就把这四方给我打下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案例题的 就课本上的原话 就是这个案例题的答案 都已经提供给大家了啊 大家啊 拿到答案可能不如我这个 我是刚刚今天下午又刚刚进行更正了一下啊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方老师他就这么一段话 因为这是我给你节选的一个事件啊 其中的事件一 当然你写不妥之处 最好是像我这样写的 把这不妥之处分的细一点 你不要整个一段话都给我罗列出来 全是不妥的 这样不太好 答的时候 比方不妥之处一 项目经理安排图件技术人员编制了 你把这个比语给我写上 编制了 这个现场的施工用电组织设计 是吧 正确做法是应该是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来组织 是吧 不妥之处二 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 那么正确做法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 是吧 不妥之处三 他来签任并组织什么什么来参加 正确做法是现场监理啊 现场监理签任后 由企业安全管理部门 这个是我补充的 咱们课本上没有这个啊 补充一下是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 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 他来组织相关法 相关方进行验收 好 关于这个题目 我讲到这里 好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规范当中的一些强制性条文 那么这些地方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电气工程 和技术的知识的 因为我们在从工程专业 你会有一门课程叫做电气工程啊 电气电气工程这么课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看不懂就记住他就可以 没有多好内容啊 第一个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 电源中这个中性点啊 电源当着中性点要直接接地 我们要采用直接接地的220伏和380伏的这种三项四线制的低压电力系统 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第一个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所谓的三级配电系统指的是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这是三级配电系统 再一个就是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 那么第三个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第一级漏电保护系统是安装在总配电箱里边 末级漏电保护系统是在开关箱里边 这是两级啊 这是两级 那么中间这个TN-S接零保护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这是具有专用保护零件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 叫做TN-S接零保护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项五线制系统 那么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 它与专用的保护零线来连接 专用的保护零线啊 这个保护零线皮是单独辐射的 不做它用就做这一个接地用 那么重复接地线呢 要和我们的这个保护零线进行连接啊 进行连接 所以说你看重复接地用的这种 你又知道在实际工程中它长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好吧 还有一个专用的保护零线 所以第一个符号T啊 它表示的是电力系统当中中性点直接接地 中性点直接接地 这么用T来表示 那么这个把工作的零线 我们用N来表示啊 这个N大家在哪见过它 你开的车这个空档是不是 是N吧 对吧 空档吧 空档是N 零啊 零档是N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零线N和我们专用的保护的地线 专用的这种地线又叫专用就是地线 T怎么来的 T怎么来的 不就保护地球吗 我们翻译出来叫保护导体 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线 那么我们这个专用的保护零线和地线 严格区分的这种供电系统 就是TN杠S 就是TN杠S这种供电系统 S什么意思 separate separate就是分开分离 所以说就是这个接零保护系统 和专用的地线的这种保护系统 严格区分的就是TN杠S保护系统 好吧 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没必要深究 T一线就是我们俗称的地线 我们国家规定的地线是什么色 黄绿双色 这个是考过的 黄绿双色这样子的 那么照明电路里有两根电线 一根是火线 英文用L来表示 另一根零线 零线的话 我们用N来表示 一般是什么色 蓝色 零线 就是这个 一般用蓝色 蓝色来表示 2019年的真题 就考到这个了 这是送分体吧 算送分体了 是吧 天杠S方式的供电系统 安全可靠 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 低压的供电系统 在建筑工程开工前的三通一亭 是必须要采用 TN-S供电系统的 好 当采用专用的变压器 TN-S接零的保护用电系统的 施工现场 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 是必须要用我们的保护零线 去连接的 保护零线应该由 什么工作接地线 配电式 电源 侧零线 或总漏电保护器的 这种电源侧零线来引出 这个就太专业了 是吧 有哪引出 好 那么当施工现场 与外电线路 共用一个供电系统的时候 比方说咱们现在施工现场和外边旁边一栋大楼 人人正在投已经投入使用的办公楼 使用同一个供电系统的时候 那么我们电器设备的接地啊 我们的接零保护啊 都应该与原供电系统保持一致 不得一部分设备做接零保护 一部分设备做这种接地保护 不可以啊 你要和原系统保持一致啊 原系统保持一致 好 天杠S这种系统当中的保护零件啊 除必须在配电室或者是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以外 还必须要在配电系统中的这个中间处和末端也要做重复接地啊 这个可以了解一下了啊 考不这么细 配电箱应该装设电源隔离开关啊 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器 那么电源的隔离开关在分段的时候应该有明显可电的分段点 确保安全啊 你想想配电箱当然应该要有什么 这种隔离开关啊 短路是吧啊 还有这个过载漏电的时候能够保护 是不是啊 取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漏电保护器 咱们每个家都有一个是吧 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俗称漏电开关是吧啊 又从漏电断路器是吧 主要是用来设备发生漏电故障 以及对生命有危险的这种人身触电保护 具有过载和转路保护的功能 对不对 可以用来保护线路或电动机的过载和转路 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启动之用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吧 只不过有好多同学会问 所以说给放个图片啊 这是一个隔离开关啊 一个隔离开关 那么它主要是用于隔离电源导闸操作 用于连通和切断 小电流的电路 好 配电箱的电气安装板上 必须要设 N线 零线的端子板和P线的端子板 N线的端子板 必须以基础电气安装板绝缘 P线的端子板 必须以基础电气的安装板做电气连接 就是N的话要和这个做绝缘 P线的端子板要和他做电气连接 我也不懂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把我学的电学的电气工程的知识啊 忘了差不多了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说了解一下 我也给大家放了一张图 这就是一个配电箱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N线的端子板 这个就是P线的端子板 真的是没有必要去纠结啊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零线嘛 对吧 它是一个专用的零线 N线嘛 专用零线保护线 那所以说它必须要和我们的这个金属电气安装板是绝缘的啊 其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接线的端子板啊 还有这个漏电保护器等等啊 这个图上标的很清楚 简单了解一下 有一个感性认识就可以 OK 好 配电箱的电气安装板上必须分射N线的这种端子板 这个刚刚是不是讲过了啊 这个讲过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配电箱与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端 严禁采用这个插头和插座 做活动连接 这个考过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的进线端 无论是配电箱还是开关箱 必须是什么固定的 是不是 你这插座也毕竟是固定在墙上的 然后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的 你不能是活动的插拔的啊 不能是活动或插拔的 再一个对混凝土的搅拌机 钢机加工机械 木工机械 顿购机械等设备进行清理检查维修的时候 必须将其开关箱断电 呈现可见电源分断点 并且是要关门上锁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他不考 作为项目经理 你也必须要清楚 太关键了 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呀 都是很危险的一些设备 是吧 如果之前听过我课的 我每次都讲 我们曾经有一个师傅就是混凝土的这个搅拌 中间搅拌了一分钟以后 中间停下的时候 他想把周围搅拌液上的混凝土给这个刮下来 然后他其实在这个中间停顿的过程当中 他是把这个电源拔下来的 确实在实验室里操作就是一个活动式的这种插头和插座 但是旁边有人经过不小心一蹭那个 不知道怎么着就合上了 他可能完全没有断开 所以说就没有这个呈现这个电源分断点 可能就是刚刚离开 一不小心可能就这个电就插上了 所以说 搅拌机又转动起来了 那后果就是很危险 这个手就打掉了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啊 这个呈现这个可见的电源分断点啊 并且要关门上锁啊 警方不清楚的人又给你合上电了 对吧 好嘞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安全特地照电压照明 经常经常在多选题当中考察我们啊 36幅24幅和12幅分别应用于哪一些环境 第一个隧道 潮湿密闭的一些环境是吧 人房工程也是这样地下的高温 高温的环境 比方说啊 一些 嗯 比方说 比方说锅炉 锅炉房 是吧 或等等哈 他有一些高温的一些环境 或者说你在里边实行一些作业 比方说电焊等等 如果说能够产生很高的高温的话 那样的环境也是需要的哈 高温 有导电灰尘 比较潮湿 或者是登距离地面低于2.5米 刚刚我们说过 如果说是室内的话 登不得低于多少 2.5米 5米 前提是220伏的电压 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是低于2.5米的话 那么我们照明的电源电压是不应该大于36伏哈 不应该大于36伏 就是你最大就是36伏 这个地方要注意哈 注意哈 比较潮湿和潮湿 我问一下谁的潮湿级别更高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嗯 很好 好和比较好 哪个更好 我们好像觉得比较好是更好一些 不是的 是吧 比较好是有一点好 好 就是好是吧 好的 好的级别要比比较好还要好一点 也就是说潮湿的级别 要比比较潮湿 还是要潮湿一个级别的 那明白 你要注意这一点哈 强调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汉语当中啊 有的时候不注意这一点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下 36伏 最大36伏哪些环境 隧道 人房工程 高温 有导电灰尘 比较潮湿 然后等距离地面 低于2.5米的 是吧 最高的电压36伏 来 潮湿级别提高 提高一下 有比较潮湿到潮湿 再一个是 刚才是导电灰尘 是吧 异处级带电体场所的照明 那么电压最大不得超过24伏 两个环境 两个环境 一个是潮湿 一个是异处级带电导体 第三个 潮湿的级别再提高一下 特别潮湿 导电呢 也提高一下 有导电灰尘 到益处级带电体 在这个地方就是导电良好 再一个就是锅炉或金属容器 这一听你就是导电良好的容器 是吧 那么电压是不得大于12伏 好 像这样的知识点 如果你觉得现在记住也会忘 那么你可以标注一下 后期放在临近考试之前 集中记忆来突破它 好 照明变压器呢 必须采用双绕组型的安全隔离变压器 不得使用自偶变压器 什么叫双绕组型安全隔离变压器呢 简单 当然介绍一下 就这样类似的哈 双绕组的话 就说明它有两个绕组 一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这两个绕组之间是绝缘的 所以叫安全隔离嘛 也就是说它这个绕出的绕组 这个输出的哈 和我们大地是不构成回路的 如果说是使用什么附加绝缘电器的时候 是必须要采用这种安全隔离变压器的 那么自偶变压器呢 就是它的输入和输出啊 它是不绝缘的啊 它是一个线组 它是一个线组 共用一个线圈的特殊变压器 那么它的出级和次级 在同一个绕组上 所有绕组都是连通的 它靠的是那个滑动触头的位置 来改变这个变压的大小 所以说它和大地是构成回路的啊 构成回路的 所以不能作为安全的变压器使用 因此啊 因此我们规定了 照明变压器 刚刚说的也不是照明变压是吧 照明变压器 必须采用双绕组型 安全隔离变压器 不能使用走变压器 OK 好 对夜间影响飞行 或者是车辆通行的 载件工程或者是机械设备 那你必须要设置醒目的红色信号灯 否则的话 飞机撞上了就危险了 其电源应设在施工现场总电源开关的前侧 施工现场总电源开关的前侧 并应设置外电线路 停止供电时的应急自卑电源 说白了 就是让它始终供电 不就是信号信号灯吗 你不能停电否则会发生危险 对吧 好 下面做几个题巩固一下 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在施工现场的下列场所当中 可以使用36伏照明电压的场所 有什么呢 这是一个二件的多选题 大家打一下 少选 大家现在是少选 人房工程是没有问题 是吧 我看大家选一和四是没有问题 人房 是吧 有导电灰尘 这个一就不敢选了 不敢选了 一四五 一四五 这就是有同学 他死基硬背 我们说的是照明灯具离地面低于2.5 你不要总计那个2.5 一看哦 这不是2.5 你就不选 它是低于2.5 那你两米当然低于2 低于2.5了 所以说36伏 没有问题吗 就就好比是有一次考这个脚手架 说脚手架停用一个月以上 你再次投入实用 就要进行检查和验收 结果人家考一个多选题 下面哪些情况 啊 我们要进行脚手架的检查和验收 人家说停用两个月 两个月 有很多同学就不敢选 因为他死经被记的就是停用一个月 结果一看停用两个月 就一看二就不对啊 他脑子 脑子条件反射就是不对 因为他记的是一 就好比是这个啊 只要低于2.5米 就是36伏 现在实在是两米 当然是可以的 是吧 所以说没有选异的同学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问题在哪里 虽然说是一个很普通的题目 是吧 好嘞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配电线路的固执 固执 这个电线最好就是我们架空它 是吧 施工现场的架空线 必须采用全员线 这个 不用说大家都清楚 是不是 那么架设的时候呢 必须采用专用的电杆 严禁你打执的什么树木上 脚手架上 或其他的设施上 那么架空的线路 必须做短路和过载保护 这是必须的 是吧 刚刚这些了解即可 好了 电缆线路辐射的基本要求 刚刚说的这线路的颜色啊 我来看一下 电缆中必须包含全部工作新线 不管你用到用不到啊 全部工作新线都必须有 合作保护零线的这个新线 即五线 就五星电缆 一二三四五 是这样的 五星电缆 五星电缆必须需包含什么呢 大蓝色和黄绿双色两种颜色的绝缘新线 那么大蓝色的新线必须用作什么呀 零线 就是N线 是吧 黄绿双色新线必须用作什么呀 D线 是吧 PE线 对 严禁忽雾 牢记吧 考过好多次了 比方说最近一次是19年考了哈 稍后我们看一下那题目哈 既然19年考过了 2020年接着考的概率基本没有 电缆线路应该采用埋地或架空辐射都是可以的 那么埋地的时候要注意怎么着来着 要和其他的管线避免放在同一侧是不是 沿记沿着地面明射 并应避免机械损伤和介质腐蚀 机械损伤一般是针对的架空辐射 介质腐蚀一般针对的是地下埋射啊 直接埋地辐射的电缆过墙过道过临时适时的时候 应该套一个钢管保护啊 那么电缆 这个线路必须有过载保护或者是短路保护 这刚刚提到过了 对不对 好 室内的配线要求 室内配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或电缆 室内非埋地 宁副主干线 那么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得地的 地域多少米 2.5米 就和刚刚我们说这个灯距离在室内的话 离地面不得地的2.5米 要求是一样的 如果在室内 你想把这个电线给它名副架空的话 高度不得地的2.5米啊 室内配线必须有短路和过载保护 简单了解即可 OK 这块了解即可 下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三级线路系统 三级的配电方式是什么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 三级的配电方式啊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当然是设备了啊 这是我们的三级配电方式 那么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要求 总配电箱应该放置在哪里呢 要记住位置 同学们要记住位置 要放在靠近进场电源的区域 你就说放在我们施工现场的主入口 一般是是吧 靠近进场电源的区域 那不就是主入口处吗 是吧 分配电箱呢 应该放置在用电设备 或者是附和相对集中的区域 两个地方应该放在用电设备 或者是用电复合相对集中的区域 那么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 不得超过三十米 有一个要求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不得超过三十米 那么开关箱与它控制的 机械设备的距离呢 不易超过三米 一定好用啊 不是说了吗 你在这个使用的时候要关门上锁 你离这很远 你跑好远过去关门上锁 对不对 不是的 所以说设备离这开关箱 不易超过三米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数字都是三 一个是三十三十 一个是三 对吧 这是一个总配电箱 要放在进场电源附近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配电箱和开关箱 那么大家看到这就是开关箱 每一个开关箱都控制一台设备啊 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 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控制两个机以上的设备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是固定在柱子上的 对吧 我们接着稍后会介绍一下 开关箱还可以什么固定在一些移动式的架子上 那么这个开关箱的中心距离地面 这个高度是有要求的 比方说固定式的 它的中心到地面的距离是啊 1.4到1.6米 比方说在这 比方说在这 配电箱开关箱啊 装置应该装饰呃 应该装饰端正 牢固 这没有考点啊 就是牢尾一点 是吧 固定式的配电箱开关箱的中心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该是 1.4到1.6米 看到刚刚我画的这个这个吧 中心与地面的距离 1.4到1.6米 L4到1.6的中心正好是什么 1.5米啊 是吧 啊 正好是1.5米 后面我们会讲这个 这个 消消火栓 这个消防栓啊 它的顶面离地的高度 1.5米 和这个地方的高度要求是一样的啊 你的中心就刚好是你手操作的位置 比较便于我们成人去操作它 太高或太都不方便操作啊 所以说这是固定式的是1.4到1.6米 那移动式的呢 移动式的配电箱和开关箱 那么应该装设在坚固稳定的什么 不是像刚才固定的支柱了 是吧 移动的支架上 那么它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 意为多少呢 0.8到1.6米 刚才是固定式1.4到1.6 移动式的就是0.8到1.6 不一样啊 不一样 好 关于这一部分 简单小结一下 好吧 总配电箱要放在哪啊 靠近施工总电源引入的地方 是吧 那么分配电箱要靠近什么 设备 或者用电复合相对集中的区域 开关箱 当然就靠近我们的用电设备了 是吧 分配电箱和开关箱的距离 小于等于三十米 开关箱 相遇用电设备的距离 小于等于三米 不一超过三米 一个是三十 一个是三米 再一个 开关箱和分配电箱 可以是固定式安装 也可以是安装在这种移动的支架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移动的支架 那如果说你安装在移动的支架上 那么你的中心点距离 地面的距离是多少来着 我写了一个0.8到1.6米 是吧 如果你是固定式的呢 就是1.4到1.6米 对吧 这些数字要要记住的 要记住的 我觉得他好久没考他了 2020年还真是有可能在这 再出题考大家 我们来做几个题 巩固一下 好吧 这块支点是相对比较琐碎的 我们做完这几个题 咱们中间休息一下 好不好 来 施工现场 临时配电系统当中 保护零线 PE线的颜色是什么 这是2014年考的 先送份题了 对不对 迅速给我答案了 是吧 什么线 PE线 D线 什么线 什么颜色 黄绿色 是吧 黄绿双色 黄绿双色 P1线 2019年考的 施工现场 五星电缆当中 用作N线的标识色是什么 标识色是什么 蓝色 蓝色 是吧 蓝色 答案是C 答案是C 好 再来 关于施工现场配电系统设置的设置的说法正确的是这个题目比较难吗 这个题目比较难 2013年考一个作选题 我怎么答答 好吧 这个题目比较难 文字也很多 大家看一下 A 并是配电箱的中心点 并是配电箱的中心点 与地面的垂直距离 应为0.8 1.6米 答案选什么呢 谁给我选5了 选5的同学要请我吃饭 刚刚刚佛老师强调了好几遍还在刚才那个图上都写上了固定式的1.4到1.6米 移动式的才是0.8到1.6米 是吧 你这个地方还给我选这个1啊 还给我选这个1啊 这是错的是吧 所以说有同学这个C为什么没选啊 这个不易超过3米是对的呀 啊 啊 D是错的是吧 我们都知道一个开关要控制一台设备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应该选择A B C 所以能把A B C选出来的话就说明这些数字 这每个知识点都要记住 才能够完整的整的把这个题目做对它 是吧 是有一定难度的 特别是这个固定式的这种开关箱 它的中心点离地面的这个距离 这个考的确实是比较细了 是吧